你明明知道你的自暴自弃对他来说是一种残忍 你明明知道你的分手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痛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一个拥有着尽数的身体 一个拥有着即将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你在这儿哭哭啼啼干什么 搞得像挺可怜一样干什么 以往我们讲的都是那些不相爱的人 会以各种理由向对方提分手 不过今天这对情侣有些特别 是因为彼此太爱而提出的分手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小张照顾小孔这样已经有一年多了对吧 是不是 是 大家也看到了 之前从这个门出来的女生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可今天这个女生则需要男友抱出来 然而就是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每当提到这个事 男生就情不自禁地感觉到一丝心酸 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女生却突然提出了分手 这让男友实在是无法接受 那么女生为何要提出分手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她坐到轮椅上 男友为什么能不离不弃地照顾女友一年多 这所有的一切我们还要从两人相识那会儿说起 男生小张24岁 两年前在一家工厂打工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遇到了现在的女友小孔 那时候的小孔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坐着轮椅 而是一个活蹦乱跳的正常人 当时两人见到对方的第一眼就产生了好感 之后在互相的了解下 小张觉得女生温柔善良 女生觉得男生憨厚老实人又实在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 两人变成为了情侣关系 不过这段感情发展的并不顺利 遭到小孔家人的极力反对 当时因为我家里有会约嘛 是父母包办的嘛 我根本就不满意 跟他接触时间长了 感觉这个人挺实在挺好的 所以就接触他了 那这个父母指的是你的生父母还是养父 养父母 要说到小孔家人反对这件事 我们不得不说说小孔的身世 其实在小孔刚出生的时候 他的亲生父母就已经离婚 父亲抛弃妻女 不死而别 母亲因无能力抚养女儿 只能把小孔过季给亲戚 也就是小孔的姨妈 不难想象 一个没有亲生父母陪伴的童年 是有多么的不幸 但更不幸的是 小孔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也由不得自己做主 而是被姨妈包办婚事 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 但经济条件好的男人 所以为了逃避婚约 小孔遇到了小张 同时也爱上了这个男人 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这场恋爱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幸 就是因为家里反对 他跟我一起去我家过年的时候 家里不同意 然后就把他赶走了 夜里我多多的跑出来 从房顶上掉下来摔的 医生的诊断是什么 当时医生诊断的时候 就是说是结瘫 对 为了爱 小孔不幸从楼顶摔下 造成下半身结瘫 这个结果让两人陷入痛苦之中 但更令人绝望的是 自从小孔结瘫后 养父养母竟抛弃了他 就像小孔当初被亲生父母抛弃一样 再一次尝到了这种滋味 不过庆幸的是 小孔遇到了好男人小张 小张对此非常自责 若不是因为自己女友 也不会变成这样 所以小张不顾家人反对 带着女友来到了青岛 为了给女友治病 小张每天要打两份工 除此之外还要照顾结瘫的女友 就是这种艰难的生活 小张整整坚持了一年多 从来没有放弃的打算 目的就是想让女友重新站起来 虽然结瘫的小孔被家里人抛弃 但男友小张却没有放弃 一直坚守着那份爱 尽全力承担着男人该有的责任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 你为我真心实意 我对你不离不弃 这句话放在他们俩身上 才适合不过 每天上午他们说 你四点钟就要起床 对 因为四点钟起床 然后就是给他洗洗脸什么的 然后做好饭 他吃饱了饭 然后我要出去打工挣钱 这种日子虽然很苦 但小张还是坚持下来 他觉得自己这么做 不仅仅是责任 也是对爱忠诚的一种表现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最近一段时间 小孔却发生了转变 变得不配合 脾气也越来越暴躁 甚至还提出了分手 你可以好的 医生就说了能好的吗 医生说百分百能好 这样你也累我也累 听话兄弟兄 现在经常这样 根本他就不配合我 然后又给我提出来分手 而对于分手这个结果 小张是坚决不同意 虽然医生也不敢保证以后 能不能站起来 但就算是有一点点希望 小张也不会放弃 即便是站不起来 小张也承诺要照顾女友一辈子 可就是男友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让女友小孔很为难 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连累男友 我觉得我连累他太多了 不想他再这样一项目继续为我受苦了 我不会放手的 既然咱们俩从最难的时候 做到今天 那么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我这个样子只能连累你 或许这就是因为太爱 所以才提出的分手吧 可无论怎么样 小张还是觉得女友可以站起来 当初医生也说过 只要坚持锻炼还是有希望的 虽然希望很渺茫 但起码能让小张有目标 有前进的动力 但女友却自暴自弃 觉得自己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如果真的一辈子就这样 岂不是连累了男友 所以小孔宁愿分手 也不想让自己爱的人受连累 话虽如此 但现实则是致命一击 如果小张真的同意分手 那么留下小孔一人要怎么生活呢 养父养母不管 男友也离开 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 离开他你自己靠什么生活 其实我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现在活着倒不如死了 你是想用自己的生命换给他 你认为的幸福对吗 小孔竟要以死来换取男友的幸福 这个想法实在是太有致了 不说别的 就说两人从头到尾经历了这么多 从最难的时刻走到现在 是多么不容易 如今却要放弃这段感情 以死来换取另一个人的幸福 作为男友的小张 怎么可能同意 也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得到幸福 所以说小孔的想法不切实际 就算你的康复全景不容乐观 但是这个小伙子 他现在是真心诚意地爱你 他愿意照顾你 你现在一味地在这拒绝 没有意义 你现在应该勇敢地 坦诚地接受他的爱 然后两个人想办法 如何克服目前的困难 度过现在的难关 其实不难看出 小孔缺少的是自信 总给人一种悲观的情绪 这种情绪 对于事情的发展无任何意义 他应该像男友那样意志坚定 勇敢地接受这份爱 无需自责 也无需多虑 也为爱情可以打败一切困难 所以小孔现在缺少的不是爱 而是鼓励 一向毒蛇的徒类徒老师 对此给予了帮助 狠狠地对小孔鼓励一份 孔艳你自私 你尤其的自私 你明明知道 你的自暴自弃 对他来说是一种残忍 你明明知道 你的分手 对他来说是一种心痛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你明明知道 只有你的生命的终结 才有可能使你们之间的关系 画上句号 就即使是画上句号 他也未必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折磨他 就瞧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也觉得是一正常人 而且我刚才注意到 你在坐上轮椅的时候 你的脚还是有点力气的 而你们现在还尚且拥有着 大好的美好时光 一个拥有着健硕的身体 一个拥有着 即将康复的这样的一个希望 你在这儿哭哭啼啼干什么 搞得像挺可怜一样 干什么 这种鼓励方式 虽然有点让人难看 但确确实实说到了重点 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小孔的劫瘫是有可能恢复的 并且看小孔的状态 和正常人别无两样 更主要的是 人家小张甘心情愿为此付出 作为女友的小孔 就更不应该用分手的方式 来伤害对方 所以说小孔的卖惨行为 不值得可怜 也没必要这样哭哭啼啼的 整这一处 有这功夫 倒不如好好在一起努力生活 配合男友的治疗 待小孔站起来那天 一定要给逼他跳楼的姨妈看看 这才是自己的人生 不得不说 这番鼓励属实 振奋人心 小孔也觉得 土老师的话 言之有理 凭什么要让那些 对不起他的人 看笑话 凭什么要让当初 反对他们的姨妈 幸灾论祸 如今已经和男友在一起了 就应该和男友好好生活 这样既不辜负男友的爱 也圆了和男友在一起的梦 所以小孔要学会坚强 坚强地站起来吧 往往有些事情不能自暴自弃 因为爱情能使一个人变得成熟 也能让一个人更加坚强 所以我们要珍惜眼前人 珍惜这段爱情 希望小孔能早日康复 同时也祝愿他们俩终成眷属 那么事已至此 屏幕前的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